Response Bias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 我們剛剛講說 如果有回答的話 除了剛剛有故意做假 跟沒有故意做假之外 它可能還有受到一些因素的一個影響 好 所以我們說Response Bias呢 它有可能還有五種可能的誤差 在這邊 對不起 這幾種 我們說第一個叫做 Acquiescence Bias 第二個叫 Extremity Bias 第三,Interview Bias 第四,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好 我們說回應的人呢 他很願意 他給你 他有回應你的問卷 但是回答問卷的 因為他的回答 很有可能會產生某一些誤差 那像除了剛剛說他故意做假 或者是不故意做假之外 也有可能呢 還會受到這幾個因素的影響 而讓他的一個資料呢 並沒有那麼樣的確實 真實 好,那我們說第一個叫做 Equiescence Bias Equiescence Bias是什麼 他說 A category of response Bias that results because some individuals tend to agree with all Christians or to concur with a particular position 有一些人呢 他就是 我們說 Equiescence 這個叫做莫從的 我就是很容易跟從別人的一些想法的 好,我就是 認同 好,莫從 這樣的一種Equiescence Bias 就是有一些人呢 特別是當對一些新產品的時候 我們就 人家 對新產品我比較沒有經驗的時候 我就會同意,同意,同意 同學會不會說 你同不同意我們應該要綠色什麼 我們同不同意什麼 特別是你不是對這個主題 然後看起來好像正面的話 其實你通常都會勾同意 好,有一些人就是 比較認同別人的想法 好,或者在表面上 他是比較認同別人的想法 不管人家想 欸,對對對對 沒有錯沒有錯 你講的什麼的 類似像這樣 那有一些人 是 不管什麼他都反對的 他都有意見的 這種人我們也說是 Equiescence Bias 有一些人呢 不管你怎麼樣 他都是比較容易 傾向這種反對的一個態度 好,那 我們說 像課本的193頁這個圖 有三個teenagers 少女坐在那邊 他說這種Equiescence Bias 特別的明顯 就是 當 人際關係對他來講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 這種 人際之間的影響 就是有一些人是很容易受到 同才的影響的 這些人 這種Equiescence Bias 其實就會很明顯 有一些人是 像我們說青少年 他其實是很容易受到 同才之間的影響的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買Nike 他就要買Nike 大家都 綁一個 去染頭髮 我就要去染頭髮 大家都穿什麼 你會發現 就會有這樣子的 一個 同才朋友之間的影響 如果 比較容易受同才朋友之間影響的 這樣的一種族群 好 那他的這種 這樣子的一個 Response Bias就會更明顯 好 所以我們說這個Equiescence Bias 基本上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比較同意 或者有些人就是 比較不同意別人的一些想法 好 有些人就是為反對而反對 這種我們叫做為反對而反對 對不對 不管你講什麼他都反對 有一些人是不管你講什麼 他都同意 好 就是會有這種不同特質 如果因為這樣呢 那他可能就會 給你的答案 好 就比較不是真實正確的答案 而是 因為我都同意你的想法 或是我都不同意你的講法 好 好 那特別是 對一些新的產品 新的一些program 或者是一些 過去我比較不熟悉的一些idea的時候 好 譬如說呢 假設我從來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數位學習 那他說 我們福仁大學來推動這個電子化學習 好不好 很可能很多人說 好好好 我並不清楚什麼叫做電子化學習 或是數位學習 我只是同意 欸因為這個是新的東西嘛 我就同意 好你可以來試試看 好 這種我們就叫做 equoessence bias 好 好 那第二個extremative bias 就是有一些人呢 就習慣用極端值來進行回答 好 就是說每一個人回答的風格是不一樣的 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比較習慣用極端值 比如說12345的話 他常常就回答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就是每一個人他回答的一個風格是不一樣的 那有一些人呢 剛好相反是完全不用極端值的 他回答都只有234 好這種都叫做extremative bias 所以他說 A category of response bias that results because response styles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Some individuals tend to use extremes when responding questions 好 就是說每一個人在回答這個風格其實是不一樣的 好 那有一些人呢 就是沒意見沒意見 從頭到尾都沒意見 好 那有一些人就常常說去使用這個極端值 那有一些人是根本不用極端值 都使用什麼中間的這個值 那這種 這種怎麼樣糾正呢 一般來講我們說你的這個scale可以多一點 好比如說你1到100 好 那你可能可以比較能夠區變出來樣本 他的一個態度的差異 好 但是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完全糾正 因為他你用1到100 他還是都是選擇這兩端的一個答案 好 但是至少你那個 你那個scale大一點的話 他會比較思考我到底是哪一塊 你可以比較區分出來這樣的一種差異性出來 好 所以這種叫做extremative bias 好 第三個叫做interviewer bias 這個通常就是你在做個別訪談的時候 因為個別訪談員的影響 好 而產生的這個誤差 所以通常我們說個別訪談員是需要訓練的 那有一些人呢 因為個別訪談 因為這個訪談員的存在 所以我可能會回答一些 感覺你想要聽的答案 好 感覺你喜歡的答案 這個叫做interviewer bias 因為訪談員的存在 所以會影響到 所以會影響到 樣本的作答 這種我們叫做interviewer bias 好 所以他說 a response bias that occurs because the presence of the interviewer inferences answers 因為訪談員的存在 而引導了這個受訪者他的回答 好 那麼一般來講通常都是會想要回答一些你想聽的話 有一些人是這樣的一個傾向 如果是這樣傾向的話 我們叫interviewer bias 好 那如果通常給你的 換句話說這個傾向就是 他回答的是社會比較願意接受的答案 好 因為訪談員在場嘛 那我就會說 像我們剛剛那種 做假造假的機會就會比較多 譬如說我明明每一天抽兩包煙 我就會說 啊沒有我大概抽五根啊 或是幾根 好他給你的 是一個比較符合社會形象的一個答案 好 所以我們說這個interviewer bias 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那通常是訪談員他的面部表情 如果你回答我的眉頭一直皺起來 好這時候 他怎麼這樣啊 我一直講他眉頭一直皺起來 好那這時候我可能就會改變我回答的方向 好這個interviewer bias 是在這樣的一個產生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訪談員的訓練很重要 好 你不應該用你的面部表情 或是你的肢體語言來引導這個人 人的一個回答 好你必須要做這樣的一個 因為你就會產生所謂的interviewer bias 好 最後就是這個贊助廠商的bias auspicious 好我們說這個廠商的一個bias 他說這種bias通常 occurs when answers reflect the person's liking or disliking of the sponsor organization 我可能喜歡你這個廠商 或是我不喜歡你這個廠商 好 那會影響到這個樣本 他的回答的一個傾向的時候 這種我們叫做auspicious bias 好 那比如說如果這是一個 什麼受暴婦女的一個基金會 他們所做的調查 好那我可能因為你是受暴婦女基金會 所以我的一個回答 好會 比如說我很認同你的這個基金會 那我的回答可能就會比較 都是正面的一個支持的一個回答 好所以我們說這個叫做贊助廠商的一個影響 好那這有可能都會影響到 我們說樣本的一個填打 好那以上這個呢都是 最後這個叫做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好基本上我們就是說 我們可能自覺或不自覺的 給予你不同的一個答案 因為我希望呈現的是 社會喜歡的一種答案 好就是我給你的回答呢 不是我真實的感覺 而是我覺得這個社會所認同的一個答案 好那有可能是故意的 有可能不是故意的這種呢 我們都叫做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好像一些敏感的問題的時候 比如說我剛剛講一些健康食物的攝取 或者是一些垃圾食物的攝取 好等等這一些最容易引起這種social desirability 就是社會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他給你的是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答案 而不是我自己的答案 好所以我們說這種問題 發生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好 比如說請問一下你上次選舉你有去投票嗎 好如果他認為說 大家認為有投票才是一個好公民的話 他可能會說我有 但是其實我沒有 好所以會有這樣的一種傾向 那你的薪水是什麼 他給你的答案可能也是 社會可以接受的一個答案到底是什麼 所以像這些比較敏感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你從來有 你有沒有被file過 你有沒有被炒魷魚過 好那你如果這樣問他可能會跟你說沒有 或是什麼之類的 好所以或者是他自己覺得說那個不是炒魷魚 是我把我把老闆fire掉 不是老闆fire掉我 好所以類似像這樣 因為他覺得社會比較願意接受的答案是什麼 好所以這些呢 我們就叫做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好 好那我們今天先講到這邊 下禮拜呢我們會介紹這個administrative error 從194頁這裡開始講 然後我們下禮拜也會講第十章 енное這張明訊 你好 可惡 FCC